欢迎收看大小通知你好 我是拥有四粒米其林 大亚的小厨师 龚凯玉 本节目由Horizon Visa Works 荣誉呈现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的食材 就是这一个 Carbona La Spaghetti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就是这一个 黑胡椒 Mixed Herbs 调味料 当然就是不可以少的 是这个培根 这一个现在在振着的蘑菇 什么蘑菇都可以用的 是看你们自己喜欢什么蘑菇 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 Whipping Cream 我们吃的健康点 Olive Oil Carbona La Sauce 葱 当然荷兰的葱也可以用的啦 没有份的 蒜头 鸡精粉 盐 薪水一碗 鸡蛋 一粒 不能 没有它的 意大利面 现在我就要教大家如何去煮这个意大利面 OK 首先我们先把那个水 Boil一下先 然后我们先可以做一些配料的切剂 我们先去到头尾的garlic 我们先去到头尾的garlic 从 一样是头尾要切掉的 为什么你们可以用Brander Boona 但是我个人是不建议是因为 你Brand的话它的味道就会出水啊 出水就不好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用人工手动制的这样子切 现在我们水滚了 我们可以关小火一点 可以下一些这个olive oil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下一点我们适合的分量 当然如果你一次过煮完都可以的 它是可以收的 大概要煮多久呢 就是煮一个8分钟 准准哦 有的人会说要煮12分钟15分钟 其实那个是over cook的 你炒的时候是不会Q的 时不时要咕一咕咯 不然它会粘锅的 现在我们切葱的时候了 我个人也是切Q 这样子切 然后它就会变成一粒 一粒 当它炒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粒一粒的 这个你就不好去chop它了 然后它会出水 等下你会酷的啊 所以这个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这边使不使要拉一拉它 拉一拉它 那另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培根 所以培根怎么切呢 全部都是粒块 它炒起来它就会变小 所以切好粒块的我们又放回去 OK 来另外一个食材就是蘑菇啦 蘑菇我们的脚可以先拿掉 其实可以用剪刀剪啦 是我比较懒惰吧 这个我们就不切成Q了 这个我们就切给它slide 这个我们就把它给放在一边 好 我们再看 现在你看 这个面也已经差不多熟了 8分钟了 好 所以我们就给它停掉先 把这个面放进去这个玻璃碗里面 所以它是QQ的 所以我们已经拿了上来之后 我们要放一些冰块 给它降温 这样子它的面就会比较Q一点 现在教你们看如何叫做煮熟了 它这里是白色的里面 它外面是黄色包着它 好像一层东西包着它 这个叫8分熟 为什么我们要煮8分熟呢 是因为我们需要炒锅 怎样叫做熟呢 一按 它就断了 你们煮的太多的话 其实是可以熟了 OK 你就把这个面弄给它干 收起来 收的过程中 这个很重要啊 你们要倒一些olive oil进去里面 为什么要倒油呢 因为它可以没有那么容易粘在一起 再搅它 这样子收在冰箱里面就可以了 搅的时候就开起来 就拿那个一个人的分量 然后盛一些sauce炒就可以了 过后大概不要太大火啦 后我们大概就是放蒜头 切记不要太大火 当然这个蒜头会苦 然后用慢火慢慢炒它 给它蒜头香 然后我们就倒一些葱 放一些酥 然后再盛在一起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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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放一点培根 培根 基本不用说放太多油了 因为它本身就可以出油了 先爆香这个培根了 然后我们准备 然后我们准备 大概一个人的分量 我的分量是这样多 大概这么多 然后再把我们的 放进锅中 然后你们放了 你会觉得它很干 好了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它有一些香味之后 你就可以放一点水 三分之一的水 让它的那个面不会太干 然后 就开始放我们的酱 三汤匙 都先 搅给它均匀先 那我们现在就放一点盐 放一点点的鸡精粉调味 放一点mix herbs 再放一点黑胡椒 再放一点 whipping cream 所以大致我们的调味已经有了 那我们就搅拌均匀 好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开成大火一点点 让它的cream reduce 一下 好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关火 现在我们要做最后一个步骤了 加一粒蛋 其实有的人会说 只是单单加蛋黄 但由于我们不要浪费水 我就加整颗蛋进去 然后之后我们 只是把这个蛋 弄散它 这样子搅拌它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 放在汤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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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再加一些parmesan cheese 进去 放一放一个 点缀的passery 来 一盘 carbonara 就已经完成了 一盘 carbonara 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如果是你们的话 你们会不会在家下手做这一道菜呢 如果会的话 就告诉我 好不好吃 顺便拍一张照片 留在我们的comment 来说你们做的成不成功 这样我们就下个星期 再与你见面